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?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, everyone! 但在我的认知中应该存在过北极熊或是海豹吧 这些生物是存在没错 但这篇报导是说 加拿大一名韬金鹤挖到了一坨金色毛球 但这并非只是一坨金色毛球而已哦 经过X光扫描以后才发现 原来它是三万年前冰河时期的生物 北极地松鼠 那这只北极地松鼠它是怎么死亡的呢? 它的身体完好无损 卷缩的身体像是在睡觉一样 可能是在冬眠中死亡的 那为什么它的身体可以保存得那么完整呢? 发现北极地松鼠的地方一直被涌动土覆盖着 成为绝佳的生物保存环境 被发现的松鼠 其实而现今生活在育空地区的北极地松鼠是同一个物种哦 尽管它们看起来不像松鼠 那我们就透过今天这次新闻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松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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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松鼠是一种可爱的小动物 第二个单字 覆盖 覆盖 cover 覆盖 cover 他睡得很沉 他睡得很沉 那就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英文单字吧 松鼠 覆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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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觉 睡得很沉 那这样大家都学会今天的英文单字了吗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 听新闻学英文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早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早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 by bwd6